擺放辦公桌還有會議室 一看就是一間辦公室 空間大約可以當成一間教室使用 或在活動中 新三樓的輔輪社會館 在全體會員統一下 決定捐出讓沙路國鑰使用 我們是邱校長 為貴陽一堆生 一堆 在港中的會議室會 統各界 這個也是統合的無法的社會 也是這個月的事情 沙路國小因為學生人數不斷增加 原有校舍不服使用 因此幾年的活動中心 除了一樓由社區使用 二三樓都由東南輔輪社籌錢興建 為了回饋地方 即二樓捐給沙路國小後 又將三樓捐給學校 是因為東南輔輪社邀請我來做演講者 我演講的時候提到說 我們學校校舍 因為學生爆滿 所以校舍不夠 我相信東南輔輪社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社團 那麼 基於過去的種種情誼 你一定可能願意把自己的社館捐出來 讓我們供我們做校舍使用 後來我們一紙公文過去給他們 他們討論了很久 最後就促成了這個活動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假設你要去蓋一個房子怎麼樣 那都是兩三年後的 這兩三年之內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捐贈的方法是最直接最快速的 下方也提到爭取新建校舍還要一段時間緩不濟集 因此對於輔輪社的熱心工藝相當感謝 會將社館規劃成班級讓學生使用 疏解校舍不足的問題 記者週末會台中場報導